欢迎来到三里阅读,阅读乐趣,三里启航,祝您听书愉快。 你会发现武士是区别古代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重要标志,古代中国朝鲜越南都朝着君主集权的方向发展,但日本的天皇却变成了虚伪君主,国家大权逐渐落在武士阶层手中,日本成为东亚地区唯一一个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封建制政体。 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? 今天这本《武士的成长与愿证》将告诉我们答案。 本书作者是日本广岛大学的夏相景龙燕教授,日本古代军事史专家。 本书不只是旧武士讨论武士,而是深入时代背景,从平安时代重重政治斗争中寻找线索。 比如,藤原家族长期垄断了外戚地位,窃取国家权威,独霸超纲。 为此,一些天皇想办法金蝉脱鞘,以太上皇的身份夺回权力。 这就是本书题目中《武士的成长与愿证》中,愿证这两个字的意思。 但是太上皇权力过大,又引发了天皇的不满,于是天皇家族内部又爆发了冲突。 两百多年间,一重重的政治斗争背后,都少不了武士的参与。 他们最初是低危的工具人奉命作战,但在反复作战中累积了政治资本军事经济力量。 最终,在高层政治斗争中,愚蒙得利,开启了五家政权的历史时代。 下面,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武士诞生与成长的过程。 第一部分,从军事史角度看,武士是在什么背景下出现的,他们跟虾仪人有什么关系。 第二部分,我们深入时代大背景,从外戚、太上皇、天皇之间的权力博弈中,侧面观察武士的成长过程, 看武士群体如何夺取国家大权。 首先看,武士这个群体是怎么出现的。 在上一本《律令国家的转变》中,我们提到,唐朝安时之乱后国力下降,对日本的威胁减弱, 于是日本不断裁军,卸下了沉重的军事负担。 但随之引发的问题时,一旦地方爆发叛乱,国家便不再有足够的力量应对。 总的来说,武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,在十世纪以镇压反叛的角色出场的。 但武士并不是突然出现的,它的诞生还有个萌芽期,对此我们要说到两个现象,分别是都城和豪族,我们先说都城。 提到都城,你可能会想到中国古代坚固的城墙,高大的城门保卫着皇家宫殿,但日本的国都并没有城墙。 古代日本除了极少数特殊时期并不住城,我们前面提到的奈良平城经,京都平安经都没有城墙。 在古代中国,无论是大小城池,还是横更于北方的万里长城,作用都是防御敌人。 但日本是个岛国,大海便是保卫日本列岛的天然屏障。 所以啊,日本并没有形成修建城池的传统。 但凡事各有利弊,大海能帮助天皇屏蔽外敌,但没有办法屏蔽岛内的叛乱,这让天皇很偷疼。 放弃律令事后,天皇手中不再有绝对强大的武装力量。 怎么应对社会治安和地方叛乱问题呢? 这就为武士的出现创造了空间。 除了日本不修筑城池的传统以外,还有一个因素加速了武士的诞生,这就是地方豪族的崛起。 在讲律令制的时候,我们提到,维持律令制,一靠武装力量,二靠充足的税收。 但民众负担过重纷纷逃离土地,摆脱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盘剥,而这些逃亡的农民会选择藏身在豪族家中为他们服务。 除了劳动力以外,豪族还在蚕食国家的土地,国家为了把民众留在土地上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,比如长期耕种一些土地就能获得这些土地的所有权。 但实际上,这些优惠是服务了豪族们,他们钻各种空子,把国家的土地据为仅有。 豪族不止蚕食国家的劳动力和土地,有的甚至抢劫国家的财物。 一些豪族在本地担任地方官,承担着给京城运送贡品的工作,但他们竟然抢劫自己负责运送的贡品,然后逃亡到他国,这是典型的坚守自盗嘛。 对这种情况,天皇不能坐视不离,无奈军事储备大不如前,地方豪族也不可靠,那怎么办呢? 朝廷的办法是下放权力,把某地的征税权交给地方官。 原本地方社有多个官职,但九世纪中叶,各地的官僚系统基本都崩溃了,地方事务最终集中于受领这个人身上。 受领原本是个工作环节的名称,当新任的地方官就职时,要从前一任地方官手中接受任务,领取文书,后来受领就成为官职的名称了。 随着地方官僚系统瓦解,受领的自主性、独立性不断提高,最终发展成为某个地方的承包商。 他怎么治理当地,天皇不过问,你只要保证地方不出乱子,同时定期把供品送到朝廷就好了。 作者提到一个洞见,当时地方上的盗贼,其实并不是咱们想象中因为走投无路而打家劫舍的贫苦民众。 所谓的盗贼,很多都是富豪阶层,他们以盗贼形势扰乱地方治安与当地的其他富豪斗争,同时抵抗当地寿领的管理。 那这个时候,寿领会将计就计,拿朝廷政策来吸引另一部分富豪,许诺给他们官职,位阶,请他们帮忙解决当地的盗贼问题。 无论是维护治安,强制征税,还是运送贡品,地方的寿领们要想做好这些事情,离不开稳定的军事力量。 那除了吸引当地豪族外,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? 寿领们发现了另一个突破口,这就是俘虏,具体说是来自虾仪族的俘虏。 虾仪族原本都生活在日本本州岛的北部,八世纪开始天皇势力增强,便大举进攻虾仪人的领土,坚决反抗的那些虾仪人被杀害,放弃抵抗的虾仪人则成为俘虏。 古代日本深受中国影响,天皇也学习了中国古代的华仪观, 自认为京都一带那是高贵的,文明的,周边的外族呢,是野蛮的,落后的,文明的一方要通过德行来感化周边的蛮族。 于是啊,天皇下令把虾仪俘虏从本州岛北部地区压界到本州岛腹地各国,慢慢的感化。 这些来自虾仪族的俘虏和囚犯被称作辅囚,为了感化甚至同化这些虾仪辅囚,天皇要求,地方各国的兽领要给他们提供生活物资,要派人定期慰问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, 随后呢,还给他们土地耕种,并且免去了一部分的赋税。 在这个过程中,一些寿命意识到,虾仪人原本就是天圣的战士,他们善于骑马射箭使用刀器,既然这样,何不让归顺的虾仪辅囚承担起追捕盗贼的任务呢? 不过,虾仪辅囚人数并不多,到十世纪,虾仪辅囚就已经基本被统化了。 尽管人们无法分辨谁还有虾仪血统,但虾仪人的作战技术以及作战兵器被一些人继承下来了,这个群体就是后来的武士。 提到武士,你可能会想到他们身穿大铠甲,腰间佩戴着细长的日本刀。 刀对于武士来说非常重要,因为骑马作战时骑士身披甲咒,只靠射箭无法形成致命打击,因此武士们会把刀当作决战兵器。 以前很多学者提到武士佩戴的日本刀会认为,这是从绿令制时代的直刀发展而来的,但本书作者也用多方研究提出反对意见。 绿令制源于中国唐代,但中国古代的刀具以直刀为主。 日本在引入绿令制时,虽然也引入了直刀,但是没有发展下去。 后来武士使用的弯刀,其实是从虾仪辅求所用的刀进化而来的。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,尽管虾仪人消失了,但他们的传统仍然活在日本人的精神中。 回顾武士的萌芽时期,随着绿令制瓦解,在十世纪,也就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,日本列岛进入一个自食其力,强者为王的时代。 眼看着农民不断逃亡,地方盗贼出没,豪足蚕食土地,朝廷急需新的军事力量来应对这些问题。 最初,地方兽领依靠的就是虾仪辅求,但虾仪辅求人数非常有限,不能长久依靠,好在他们的作战技术流传下来了。 于是,那些掌握虾仪辅求作战技术的群体登场了,这就是武士。 武士登上历史舞台有个标志性事件,镇压平将门之乱。 平将门是一位豪足,他生活的时代对应中国五代十国时期。 平将门在日本非常有名,原因有二。 首先,他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公然反叛天皇并自立为皇的人。 其次,他还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四大怨灵之一。 相传,他的灵魂直到二十世纪还在诅咒日本,你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有关平将门的传说。 在上一本书中,我们提到一位著名的天皇,环武天皇。 他把日本都城从平成经迁到长纲经,后来又迁到平安经。 从此之后,天皇一直居住在京都,直到近代的明治唯性时期。 刚才我们说的平将门,其实就是环武天皇的后人。 平安时代,天皇常常将自己的一部分后人降为臣籍, 派他们以臣子的身份驻扎在全国各地。 平将门的祖上平高旺,曾被天皇从中央派到东国, 也就是今天日本东京所在的关东平原一带,为天皇守卫一方。 由于他们是环武天皇的后代,所以得名环武平氏。 几十年过去后,环武平氏已经发展为东国的豪族, 拥有强大的私人武装,大量田产,独霸一方。 而平将门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 他拥有许多私宅,并且跟当地的寿领建立了合作关系, 把国家土地承包过来经营, 他甚至在当地政府内安插了人手,干预地方政务。 公元939年,日本东部一个叫长鹿国的地方发生了叛乱, 距离平将门所在的地方不远。 于是他带兵介入纷争,想要建功立业, 没想到事态失控了。 他的军队在长鹿国掠夺财物, 烧毁私宅,凌辱妇女,给当地造成很大的灾难。 这个时候身边有人说, 占领一国已然犯下大罪, 那不如干脆占领周边更多的地方。 听到这样的话, 平将门心生得意,竟然说, 无奈环武天皇第五代孙, 占领八国,攻打京城又如何? 当年12月11日, 他更是得寸进尺,自立为皇, 甚至热热恼恼举行了新皇的即位仪式。 纵观日本有文字可考的一千多年历史, 他是唯一一位自立为皇的反叛者。 前面说过, 天皇把地方权力交给各地的寿领全权负责, 地方发生叛乱, 当地寿领当然要出手应对。 那寿领可以依靠什么人呢? 靠的就是那些学习掌握了虾仪作战技术, 并且多次在评判中历练的武士们。 他们评判有功, 同时恐武有力, 因此被选为地方的低级官员。 地方各国寿领, 会确保他们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, 分给他们公家田产, 允许他们开发私人领地, 认可他们的狩猎特权, 并将山陵原野作为狩猎场磨练武艺等等。 武士和他们的后代们, 也不断地通过作战平叛来巩固自己的利益。 而现在发生了像平降门之乱这样的大型地方叛乱, 这更是东国的武士们梦寐以求的机会。 但平降门叛乱非同一半, 他竟然做出了自立为皇的举动, 不论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一步的, 这个行为总归让天皇难以接受。 这消息传到天皇的耳朵里, 他大为震惊。 为了尽快平定叛乱, 朝廷许诺, 谁能斩杀平降门将被授予高官? 这个政策吸引了许多武士。 其实到这个时候, 平降门被斩杀已经是定局了。 没过几个月, 一位叫藤原秀香的武士将平降门的手机砍下, 带去京都领赏。 朝廷之所以这么积极地动员武士评判, 还因为当时天皇面对的大规模叛乱, 不只是东国的平降门, 还有西国的藤原淳友。 藤原淳友的祖上, 是日本最有权势的家族之一藤原氏。 当平降门在东国叛乱, 朝廷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东部, 藤原淳友便抓住机会在京都以西的赖户内海一带造反, 而朝廷的评判措施如出一辙, 也是东原武士奋力征讨事后论功行上。 我们回头看平降门和藤原淳友的叛乱, 他们的祖上都曾辉煌, 但到自己这一代已经与朝廷的关系疏远, 在贵族序列中掉队了。 但两人心有不甘, 所以在地方积聚力量, 希望能有所成就并且发泄不满。 但是他们高估了自己的实力, 反而给地方武士出人头地当了炮灰。 而武士们在平定这两大叛乱后, 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。 平降门和藤原淳友的叛乱主要发生在天庆年间, 因此作者称之为天庆之乱。 天庆之乱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。 天庆之乱给日本武士和朝廷分别提了醒, 首先提醒后来的武士们, 武力对抗朝廷没有意义, 同时也提醒朝廷冷卧武士会引发可怕的祸端。 因此天庆之乱后的一百多年里, 日本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士叛乱, 武士们都踏踏实实地通过功虚来获得朝廷的赏赐。 其次,武士身份得以在天庆之乱后正式确立了。 十世纪前期, 也就是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, 由于大规模的高规格封赏, 武士正式登上了日本历史舞台。 后来的日本武士都习惯把天庆之乱的评判功臣当作自己的始祖。 不过, 十世纪的武士, 它只是职业战士, 这与十二世纪后期掌握国家政权的将军幕府相比, 有天差地别。 那接下来这两百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? 武士是怎么登上权力巅峰的呢? 下面, 我们看十一到十二世纪的武士力量如何不断成长, 最终掌握政权。 十一到十二世纪是日本的平安时代后期, 大致对影中国的北宋。 中国北宋时期重文义武, 这是最受古代文人喜爱的历史阶段, 而同时期日本的平安时代却依旧延续着不平安的特征。 接下来, 故事的镜头会暂时离开武士, 我们要换个角度对准日本宫廷政治来侧面观察武士阶层权力的上升。 下面, 我们将提到两种日本特有的权力, 一个叫社官, 还有一个叫院政。 简单说, 社官指的是外戚的权力, 院政指的是太上皇的权力。 我们先说社官。 社官的社是指社政, 意思是大臣辅佐未成年的皇帝。 社官的官是指官白, 意思是天皇成年后大臣继续辅政。 后来的官白相当于日本的丞相。 但在日本平安时代, 社政和官白反映的都是外戚的权力。 听中国历史, 我们对外戚这个词并不陌生, 尤其是在东汉时期, 老皇帝过世后, 小皇帝即位, 面对咄咄逼人的满朝文武, 小皇帝可以依靠的只有外戚, 也就是他的外祖父舅舅这些人。 不过, 等小皇帝长大以后有了主见, 他会想办法摆脱外戚的势力。 因此, 外戚专权虽然不可避免, 但是会随着皇帝的成长和轮换, 而更新换代, 不会一家独大。 但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外戚不一样, 平安时代天皇的妻子几乎完全被藤原家族垄断。 这个藤原家族他是如何做到的呢? 首先, 藤原家族的背景过硬, 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当初和天治天皇发动政变, 推行大化改新的忠臣连族, 你可能还记得这个名字。 也就是说, 从天皇制度确立之初, 藤原家族就持有原始古。 而藤原家族人丁兴旺, 即使不断地分家, 朝野之中还是充斥着大量的藤原家族的人。 藤原家族为了保住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, 不惜亲上加亲, 也就是近亲结婚。 举个例子, 藤原家族的藤原东寺, 他把女儿顺子嫁给了皇子, 这位皇子是后来的人明天皇。 女儿和人明天皇生了儿子, 这就是藤原东寺的外孙, 但是呢, 他竟然把自己的孙女明子又嫁给了他的外孙, 这位外孙是后来的文德天皇。 看平安时代的历史, 你会发现, 天皇继位后, 总会给自己的外祖父赠予太政大臣的执贤, 你可以理解成中国古代太师这个称号, 虽然未必掌握多大实权, 但是地位摆在那, 非常显赫。 你有没有疑惑, 如果说天皇去世, 小天皇无依无靠不得已亲近外祖父, 等他长大后, 为什么不想办法夺回权力呢? 日本史专家杜边黄红提到一个有趣的观点, 在平安时代, 日本社会仍然保留着走婚制。 简单说, 就是夫妻结婚后, 妻子并不住在丈夫家, 这样的话, 丈夫就可以在多位女性的家中来往。 结果是, 孩子出生之后, 是抚养在外公家中的, 因此外祖父的影响力非常大。 这样的传统强化了藤原家族的影响力。 藤原家族与天皇家族关系如此之谨, 必然不满足于太政大臣这样的荣誉头衔。 相传, 藤原东寺的儿子藤原良房, 他让人在朝堂的正门应天门放火, 制造动乱, 让天皇惊恐不安。 当时在位的清和天皇只有17岁, 他可以依靠的只有外祖父藤原良房。 不论放火的事情, 是不是藤原良房在幕后指使的? 总之, 866年清和天皇下达了圣旨, 请外祖父设行天下之政。 藤原家族如愿以偿地掌握了国家的实权。 握有实权的藤原家族行为更加大胆, 甚至费力天皇。 例如, 新一代权臣藤原基金曾以杨成天皇行为不检点为由, 迫使他退位, 然后竟然把杨成天皇的叔祖父, 正一位54岁的老人推上宝座, 这就是光孝天皇。 由于这个关系, 光孝天皇让推他上位的藤原基金总览一切大事, 并赐给他一个叫官白的身份, 也就是说天皇虽然成年, 但是权臣依然掌握大权。 藤原家族借助摄政官白独揽大权, 长此以往让天皇家族很难接受。 于是, 一种对抗摄官政治的权力出现了, 名为怨政。 怨政指的是太上皇的权力, 日本历史称太上皇为上皇。 另外, 由于很多日本天皇笃信佛教, 他们退位后会出家为僧献身佛法, 所以这时的上皇又被称作太上法皇, 简称法皇。 上皇法皇居住的地方被称作上院, 他们主导的政治模式就被称作怨政。 在中国古代, 太上皇的出现往往伴随着特殊事件, 比如, 刘邦夺取天下成为开国皇帝, 他的父亲刘太公没当过皇帝, 却直接当了太上皇。 再比如, 唐朝安始之乱期间, 皇帝唐玄宗出逃到西南地区, 而太子李亨在西北地区继位, 所以姚尊唐玄宗为太上皇。 还有, 明朝明英宗被瓦拉俘虏, 他的弟弟继位英宗变成了太上皇。 以及, 清朝清高宗乾隆皇帝, 为了避免在位时间超过爷爷清圣祖康熙, 所以主动退位当了太上皇。 但日本在平安时代后期, 却密集出现了多位太上皇。 这是为什么呢? 这, 其实是天皇对付藤原家族外企专权的金蝉脱鞘法。 它的逻辑简单概括就是, 藤原家族长期垄断摄政和官白, 不论天皇年幼或是成年始终把持着朝政。 于是, 一些有头脑的天皇会早早退位, 让儿子当天皇, 自己作为上皇当起了天皇的监护人。 请注意, 由于有本家的人做监护人, 藤原家族这些外企就没必要下操心了, 也就没有了掌握实权的法理依据。 而上皇为了更好的监护天皇, 会在自己的上院中组建起独立的官僚队伍, 并且掌握军事大权, 这就叫怨证。 当然, 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, 最初想到这个方法并且试着实施的是后三条天皇, 他生活的时代大致对应中国的宋神宗时期, 王安石、司马光、苏氏都是后三条天皇同时期的人。 当宋神宗在变法改革, 日本的后三条天皇也在推行变革。 当然, 他改革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藤原家族外戚专权的问题。 而后三条天皇一出手就直戳藤原家族的要害。 藤原家族之所以戚眼囂张, 在于他兼并了很多国有土地, 拥有数量庞大的私家庄园。 庄园不仅意味着土地和粮食, 还意味着劳动力以及保护庄园的武士集团。 庄园其实就是日本国土上的独立王国。 担任天皇期间, 藤原家族跟后三条天皇闹别扭, 宅在家里不出面辅佐他。 后三条反而抓住这个机会, 大胆地颁布了整顿庄园的命令, 导致藤原家族可控的庄园数量赘减。 这一招无疑是釜底抽薪, 削弱了藤原家族的经济实力。 之后, 后三条把皇位让给了儿子, 自己当了上皇, 想彻底摆脱束缚, 实施怨证。 但是很不幸, 几个月后便病逝了。 幸好, 他的儿子白河天皇, 把他那套学到手了, 后来成功地落实了父亲的想法。 到这儿, 我们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到今天的主角武士, 但你不能想象, 政治斗争怎么离得开军事参与呢? 强大的武力, 才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坚实后盾。 其实, 在那些充满斗争的宫廷政治中, 武士一直都没有缺席。 在地方评判中闪亮登场的日本武士, 早早就受到了朝廷的关注。 朝廷为了尽可能掌握国家的军事控制权, 会以下发追捕官服, 也就是最高通缉令的形式, 与地方武士结成密切关系。 前面提到了白河天皇, 白河天皇退位后, 以上皇的身份实施怨证, 他挑选一些听话的下级贵族作为怨证的班底, 同时也组建了由自己控制的军事力量。 他向一些武士发出追捕官服, 因此逐渐控制了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权。 后来, 他的身边还形成一个专属的武士集团, 名为北面武士。 由于那些武士住在上皇住所的北庙, 因此得名北面武士。 在这个过程中, 一批武士快速地崛起了。 从武士阶层诞生到现在, 已经有一百多年过去了。 这时的武士已经不再是镇压平将门叛乱时候的武士了。 平安时代中后期, 武士们一直在奉命四处评判, 评判后一次次获得封赏, 让他们无论是军事实力, 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地位都在逐步的壮大。 尤其是一些大规模的评判战争, 更成就了不少大规模的武士集团。 他们获得一个好听的名字, 叫武家栋梁。 经历了院政和社官政治的冲突, 高层政治德争并没有结束。 上皇通过院政把大权夺回, 但是新的矛盾出现了, 这一次是天皇和上皇之间的矛盾。 也就是说, 大权虽然回到了天皇家族, 但却掌握在上皇手里, 天皇仍然是傀儡。 而上皇和天皇之间最激烈的冲突, 要数1156年的宝源之乱, 时间对应中国南宋第一位皇帝宋高宗在位后期。 当时, 日本的崇德上皇和后白河天皇兄弟之间发生了冲突, 冲突中, 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借用了武家的势力, 武士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。 具体过程比较复杂, 最终的结果是天皇胜利了。 但我们想, 这个胜利真的属于他吗? 支持后白河天皇的有平士和元士两股势力, 他们合力战胜了共同的敌人, 但接下来彼此之间又陷入了厮杀, 这就是1159年的平治之乱, 最终平士取胜, 由此开启了18年的平士政权时代,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有武士统治的历史时期。 这或许是平安时代天皇家族的悲哀之处, 家族内部政治斗争决定局面的是背后的武士力量, 原本是天皇养大的武士力量, 最终脱离控制, 陷入了相互的厮杀。 其实啊, 最终是谁胜利已经不重要了, 因为结局只有一个, 那就是日本的国家权力将不再属于天皇, 武士阶层已然崛起了。 到这儿, 关于平安时代武士诞生与成长的故事已经为你讲完了。 所谓平安时代并不平安, 律令制的瓦解给日本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动荡, 掌握下一人作战方式和作战武器的武士们出现, 他们在评判过程中不断地巩固自己的地位, 逐渐成长为武家栋梁。 而在权力中心, 国家最高权力来回流转, 先是外戚通过社官政治从天皇手中夺走权力, 接下来上皇又通过怨政从外戚手中夺回权力, 而长期作为傀儡的天皇也想收回权力。 在权力的争斗中, 武士的力量无处不在, 欲棒相争, 渔崩得利, 最终武士阶层掌握了最高权力。 前面提到, 在上皇和天皇的斗争中, 支持上皇的平士掌握了大权。 我们知道, 日本第一个幕府同治时代是元赖朝建立的, 那为什么这个平士没有建立稳定的幕府同治呢? 还有, 幕府时代开启后, 失去权力的天皇真的没有扭转局面的机会了吗? 敬请期待, 讲坛社日本的历史第五卷, 元赖朝与幕府初创, 连仓时代。 好,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内容, 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文稿, 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,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, 把这本书,